2025年马克思登陆火星,要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,开始一顶火星的房价以北上广山还贵,大部分人是去不了的,火星定居点,那就有个问题,花了地球这么多资源,只为了一小部分人服务,这公平吗?地球是我家,人人拥有它,不能让未来的火星人抢夺地球的资源。 火星豪宅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曾说过,人类现在连地球的环境都没有治理好,就要开发太空基地,实在是有点不合理,地球需要改善环境,地球环境处于最糟糕的时期,请放弃火星计划。